今天头条焦点 首先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 国内睽违两个半月 再出现了新冠肺炎的本土个案 有一名从台湾飞往澳洲的华航机师 他在境外确诊之后 他在台湾有一名十多岁的小孩 还有同事也陆续的确诊 三个人曾经一起去过台北的清真寺 结束之后三个人又一起开车回家了 那么这两名确诊者当中 这个小朋友确定属于本土案例 那么机师的同事 由于在这段期间曾经直飞美国 而且在当天前往清真寺的这一天 就出现了症状 所以指挥中心也不排除 是同事搭车的时候 传染了另外两个人 不过具体感染途径仍然在追查当中 那么华航单周就爆出了四名机师确诊 当中两名本国籍的机师 也就是案1078 1079在20号确诊 指挥中心昨天是公布了 两个人的病毒基因序列 比对的结果发现两个人的病毒株相同 而且都是英国的变异株 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表示说 国内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英国的变异株了 两个人的感染源仍有待厘清 两名台籍的机师和这一次确诊的印尼籍机师 是没有关联性的 可以视为是两起独立的事件 那么这个华航在周一一口气 是爆出了四名机师染疫 其中有三例在台湾入境之后确诊 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说了 目前新冠疫苗的公费接种资格 已经放宽到的第六类 但是华航机师却只有十多人接种了疫苗 速度的确太慢了 打算将拟定一个办法提高疫苗的接种效率 并且考量把机组员同住的家人 也纳入公费接种的名单当中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为了为求要求政府解决低薪 还有劳保年金危机等等的问题 2021五一行动联盟预计要在今年5月1号劳动节 当天举行一场五一劳工大游行 会从凯达格兰大道出发 预估要号召3000人参与 希望政府尽速提出相关的改革方案 那么行动联盟是表示 今年的路线会经过教育部立法院直到行政院前 一开始还会由外送员送来神秘领务开场 邀请各行各业的工人代表 要呼吁政府正视低薪还有劳保年感等等的问题 并且会演出选票换票票的行动剧 表达政府无法回应劳工权利等等的问题 讲到劳动节 下个星期六就是五一劳动节了 适用劳稽法的民众 4月30号周五补驾 一共有三天的廉价 由于4月30号 这个公家机关还有学校是要上班上课的 所以高工局就表示 预料周六开始交通需求会比例假日略增 那么劳动节补驾还有这个假日 全职的交通量大约是100到110百万车公里 其中宜花冬等等这些热门的旅游景点 还是会塞车 国武南向南港系统平邻 还有这个北向的头城 那平邻都有可能长时段的车多拥塞 高速公路将会是交通状况 是高承载的管制 还有杂道移控管制等等的措施 另外一个焦点来看到 是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他22号在这个自民党的议员会议上头表示 大陆正在不显眼之处步步侵略 而且提到如果台湾被斥化 将有严重的变化 大陆外交部昨天就回应了 大陆必须统一 对此日方不要有非分之想 另外日经亚洲披露了上个星期 每日高峰会前的一个内幕 美方曾经建议要制定 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 强化对台的安全承诺 而日方虽然没有照做 但也对北京说出了重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